众所周知,在地球上有一个叫杰森的不死生物 从1980年的第一部13号星期五开始 杰森已经连续出演了十多部电影 每一部中都会被杀死 然后在下一部里复活 任劳任怨的从事砍人杀人这项单调的 无工资、无福利、无医保的、无前途工作 根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不完全统计 杰森40多年来一共砍死过人类约200多只 因其砍人的非法活动 破坏的房屋及家具更是数不胜数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想必介绍到这里你一定会疑惑 杰森如此牛逼咋不上天呢 所以今天牛叔就给大家介绍一部 杰森扩展杀人业务 扩展到宇宙中的电影 星际公敌 又名杰森在太空 话说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地球上的某些高能生物 是并不会被彻底杀死消灭的 什么原子弹、氢气弹通通不好使 这种生物其实有很多 只不过杰森是其中比较高调的 美国政府为了研究他的不死特性 特意搞了一个KFC水晶湖收容所 将尸体做冷冻处理 这样人类总算是消停了一段时间 然而总是有人在想办法做死 这不又有高层想把杰森运到其他地方做科研 研究所的美女负责人刘英 提醒高层一定要做好安保工作 可是高层根本就没大回事 理所当然的又出事了 杰森突然解冻 见到人类二话不说就是傻傻傻傻 要知道魔王杰森修炼了水晶湖梦魔大法 美复活一次功力便更深一层 一般的武器对他已经造不生伤害 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所有人 只剩下尼古拉斯刘英 没什么好说的 刘英屁滚尿流的跑 杰森闲情意志的追 追到老子就把你嘿嘿嘿 哪料到刘英脑子十分好使 一路将他引到了地下冷藏室 关入了冷冻舱中 还趁机开启了最低气温 然而就在他以为大局已定时 冷不定的被杰森革门捅了一下 随即冷冻舱开始露气 刘英重伤无法行动 只能和杰森一起陷入了 超低温冷冻之中 时光如梭一眨眼来到四百年后 被遗忘的研究所终于有了访客 一伙未来的大学生找到了这里 他们很开心的打开了冷藏柜 杰森重现天日 不过现在只是一具 冻成冰块的尸体 这群大学生中 还有一个母级系是夏娃 夏娃十分的高科技 一眼便扫描出流音还没有死透 细胞相当新活 还有救活的可能 而另一个调皮的学生杨过 非要手剑去搞杰森 结果杰森突然摔倒 顺手砍断了杨过的手臂 幸好夏娃的高科技功能不是盖的 一张篡可贴便止了血止了疼 接着大家离开了研究所 登上小型飞船飞的地球 现如今的地球早就被祸祸完了 人类搬家到了另一个太阳性的新地球上 来到太空后 小型飞船接入了羽肉母舰 母舰上有两股势力 一股是负责飞船安全的军人 领队的叫老黑 另一股则是华山派医学院的大学生们 他们的导师便是人称千千君子弟伊丽莎白岳不群 咱们书中按表 岳不群经常来救地球搞科研活动 虽然地球上已经没人居住了 却还有一些以前被遗忘的古代人可能生存着 以如今的科学技术 只要细胞还有活动迹象就有可能救活 他就是靠挖掘复活这些古代人发家致富的 大概是救活后可以拿去展览收门票之类的 刘英的突然出现让岳不群异常兴奋 从未有古代人的历史超过400多年 这要是救活了那不就是摇钱树吗 至于已经成干尸的杰森 他倒没放在心上 随手就让土地拿去练解剖 先说岳不群这边 他们先将杨过的手臂接了回去 25世纪的纳米医疗技术已经逆天 只要你不是死透就绝对能治得活梦烂跳 甚至连400多年的活死人都迅速给整活了 而刘英一醒来那是相当的懵逼 我是谁我在哪 我为什么还活着 另一边华山派大师姐在解剖杰森 按理说杰森的复活需要很长时间酝酿 偏偏这时候有两个学生 尹志平和小龙女滚起了床单 不可描述的声音刹那间刺激到了杰森 因为他最痛恨男女之事 必须杀之而后快 不过在这之前先顺手干掉了大师姐 一把塞入了化学池里 将整个脑袋冻成了碎饼块 随后拿起一把截止的手术刀当作武器 大概是在同一时间 岳不群也正在快活 小师妹为了通过考试 特意拿了二锅头和自己的衫子 来给老师暖衫子 岳不群毕竟是千千君子 只好盛情男却勉强笑他 却还是欲求不满 又来讨好漂亮的古代人刘英 然而刘英哪有什么心思搞破血 他警告岳不群一定要冷冻好杰森的尸体 否则他一定会大开杀地 当然了岳不群是一点也没相信 于是杰森就亲自证明给他看 杰森寻着不可描述的声音 找到了尹志平和小龙女 一刀便结果了尹志平 如此一来 整个飞船顿时陷入了恐慌 老黑赶紧让学生们躲起来 然后率领军人们去解决杰森 与此同时杰森也到处寻找新目标 无意间来到了游戏厅 这是未来的全息影像游戏厅 虚拟的环境和怪物仪假乱真 并且给玩家的感官十分真实 所以杰森还以为自己真的杀了怪兽 而杨过和另一个玩家 还以为杰森是虚拟人物 那直到游戏一结束 居然是真的 杰森毫不客气地将二人收走 接下来就是杰森和军人们的 我猫猫游戏了 这电影倒也有意思 未来的科技都如此逆天了 可飞船里竟然没有任何监控系统 甚至连类似红外线的搜索 技术都没有 于是便被杰森神出鬼没的逐个击破 还有就是几百年后的武器还是破枪 子弹打在杰森身上不疼不痒 一会就恢复怪来轻松反杀 一刀将对方砍成两斜 最后连首领老黑也难逃厄运 被连同两次全军覆没 其余人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现在就剩下岳部群和几个学生以及技术人员了 大家只能老老实实地躲着 万幸新太阳系列太空站已经到了 太空站里有数十架装甲超能兵 打起杰森来绝对是轻松加愉快 可万万没想到 杰森居然摸到了驾驶室 二话不说干掉了驾驶员 导致宇宙飞船直接撞上了太空站 这下子太空站和飞船同时遭到了巨大破坏 等飞船飞离后没多久 太空站更是彻底爆炸 这玩笑可就太大了 他们只能又向外发送求救信号 盼望其他飞船能来救人 然而杰森可不会给他们太多时间 很快就杀了进来 大家只能拔腿就跑 可等跑到另一个安全屋后 忽然发现不对劲 诶怎么扫一个人呢 导师岳部群呢 原来岳部群这个鸟人 有贼心没贼胆 见了杀人魔王之后腿都下软了 只剩下满腿跑股车 不不不不要杀我 不不不我愿意给你当鸭带夫人 可惜杰森对男人没有兴趣 随手一刀带走 剩下的人不能坐以待毙 虽然打不过杰森 但我们可以逃离飞船呢 不是还有一架小型救生艇吗 于是大家心惊胆战的往救生艇撤离 路上还有意外之起 原来那领队老黑还没死透 很快小龙女率先进入救生艇 可还没来得及完成启动程序 杰森又冒了出来 捏撒了一个龙套 听到惨叫声的小龙女彻底吓傻了 不管刘盈他们在外面怎么喊 就是不敢开门 甚至又直接启动救生艇逃走 不料启动准备根本没有完成 瞬间撞地传毁人亡 去和尹之平黄泉相聚了 与此同时 另一个学生段玉展开了B计划 段玉是一个技术宅 机器人夏娃就是他制造的 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于是就在杰森找过来的时候 段玉和夏娃突然杀出 段玉那是心心爆棚 因为他已经将夏娃改造成了 未来超级战士女版T800 杰森倒是有些懵逼了 先试探一招看一看 万万没想到夏娃就这么一下变贵了 哼哼原来是来搞笑的 岂不知高兴的太早 夏娃根本就是在假装落败 引杰森过来就是一梭子突突突 瞬间打飞 然后乘上飞机 一边尬舞一边使出18般武器 这些武器威力其大 杰森被打得节节败退 竟毫无还手余地 完全成了靶子 很快败退到了另一个房间 最后更是断手断脚 身体被轰的稀烂 终于支撑不住 彻底倒下 夏娃得意非凡 又直接抱掉了脑袋 如此一来 杰森再次死亡 就算能复活 应该也要等到下一部电影了吧 大家总算摆脱了危机 又将老黑的伤给治好了 一切似乎朝着美好的结局发展 哪知道飞船又突然震动了起来 原来是之前撞的太厉害 宇宙飞船快爆炸了 幸好又传来了好消息 一艘小飞船收到了救援信号 正在赶来 可偏偏还要等30分钟 没什么好说的 他们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把飞船的桥梁炸掉 以让燃料舱脱离飞船 把爆炸拖延一段时间 然而危机还远不止这些 虽然杰森被打死了 却好死不死的死在了医疗床上 加上飞船系统失控 居然主动开启了纳米医疗 于是杰森不仅迅速复活了 甚至又吸收了所有纳米能量 进化成为超级纳米杰森T250 这可把大家都彻底整蒙逼了 下娃之后再次上场 可是进化版的杰森已经刀枪不入 一般的子弹根本破不了房 随手一拳就打破了他的脑袋 大家见状此时不走 更在何时全都逃出了通道 滚入了剑门之后 黑师兄因为被杰森打伤 无法撤离 只能舍身取义 按下了手中的引爆器 连同燃料舱一起炸离了飞船 太好了危机终于解除了 段宇也留着下娃的脑袋 修一修还能继续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 不久后救援的小型飞船也赶了过来 众人已经整理好心情 准备彻底离开这里 哪知道电影还没有结束 魔王杰森猛然一拳打破了墙壁 原来他还巴在外面呢 舰内瞬间失去压力 让大家感受了一把来自宇宙的强大吸力 纷纷被吸力天天地转 小师妹实在无法坚持 一瞬间连血带肉被捉入了宇宙中 最终只剩下刘英 段宇和老黑 侥幸逃到了连接口 救援飞船也打好了救生通道 可关键时刻 大门却因为失去电源无法打开 老黑只好秉持着死黑人不死白人的道理 穿上潜水服去外面修理 可是杰森也突破了剑门找了上来 这时技术宅段宇又想到了办法 原来这里正是游戏厅人一番操作之后 杰森杀进来时 周围的场景忽然被改成了水晶湖 这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他就是在水晶湖变成杀人变态的 也在这里杀了无数陆营的男男女女 为了继续拖延 段宇又整出了两个陆营的美少女影像 嘿猛男 想在陆营的时候和我们发生点故事吗 于是杰森成功的兽性大法 由此可见 杰森绝对是一个很变态的正人君子 搞定了少女之后 便轮到段宇和刘英了 关键时刻 大门终于打开 二人一起逃进了救援飞船 然而杰森也要跟着进来了 千金一发之际 老黑关闭了大门 决意牺牲自己 与大魔头同归于尽 瞬息之间 飞船彻底发生了道爆炸 而救援飞船及时飞离了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两分钟 杰森又阴魂不散的飞了过来 还好被老黑半路拦截 一把抱走 而此时此刻 人类的新地球也近在眼前了 刘英和段宇 以及夏娃的脑袋 成了最后的大赢家 从此过上了 没羞没少的幸福生活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只见老黑和杰森的身体 如流星般冲入了新地球 划过大气层 像烟花一般绚烂 而坠落地点 正是一个小湖边 一对小情侣 刚好看到了什么东西 落入湖中 哇流星 这下可发财了 那玩意儿老值钱了 于是一场灾难即将上演